后来呢又1比1占平了陕西长安竞技 连续两场比赛呢未尝胜技 所以呢当时一下呢就阿尔贝托呢是下课了 把球呢往前场打就是去找梅西宝利 外围来到远射 哎球进了 打了一脚远射突使冷剑 这球呢是一个反弹球 在更小时前这球呢是一个反弹 镜头都没跟上 哎先把球保护下来拿得不错 交给艾德米尔森这是一个机会 打蛮了 如果选择推射远角会不会更好 这球明显是没有吃正部位 直接攻门 又是门将的用手脱了一下 转身往里面抢抹 裁判示意没有犯规 南京城市有反击 没洗保利 这次终于是拿到地面球了 闪开防守 横向一传 停 可以打满了 漂亮 这边张新林可以有很充足的时间 去把球停好 调整好 最后呢是一脚中炮攻门 完全是没有人防守了 张新林一脚轰门 把球呢送进了耿晓峰 把手的球门 球在进去里边 离球门比较近 这一脚啊 闷过去 门将也没有办法 又换到左边徐浩阳去主罚 脚球 他这左脚啊 把球呢正好兜回来 让投球的队员呢能够迎上球呢去顶 好机会一脚射门 投球 球没有顶上力量 打 打得比较正 看三阵打进了 之前打进了35个球 进球数呢是排名第三 仅比成都的37球和梅州客家的36球少 就打到门前呢 跟对方的门将有一个相撞 刚刚上来的马尔康 被马尔康这身 身躯啊撞一下 那可真是啊 扛不住啊 如果让马尔康先顶到 那就危险了 投球百度 第二点的争强 倒钩上门 门将扑了一下 再来看啊 这脚球桑依菲打得不错 倒钩 就是距离有点远 一个侧身的扑救 把单手滑球给拦得下来 再打到后点投球 这球应该进了 这球应该马尔康内经把球 是顶进了球门里边 这球 终于是让马尔康 把握住了机会 这样的话呢 全场比赛结束了 在中间联赛第16轮的 较量当中 武汉三镇是2比2 和南京城市 战成了平手